好,請問大家聽不懂我講話嗎?Lion,你聽不懂我講話嗎? 聽不懂嗎? 聽得到,聽得到 OK,那我們開始吧 我是Carl,會做一個Demo Lecture 還有給一個Invermatch session on Level 3 人很多,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隨時Unmute,你問我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到尾 後面我會把時間交給我的同事 所以在我這部分,如果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等到完結 隨時舉手,不是舉手,就這樣叫出去就可以了 你Unmute自己,你叫出去就可以了 我是不會檢查個檢查室的 可能我同事會幫我檢查 所以最好,如果你有什麼問題,你叫出去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到尾 我們開始吧 這個是我的背景 我是Kyle 我一見到你,就打了樣子 都不知道打了誰 不知道打了有沒有上我Level 2 或者是上我Level 1 我十幾年裡面,都是Captain教 7月課程 我是香港少數老師,三個Level都有教 這兩年,集中是教Level 2和Level 3 但是之前是教Level 1 所以我對整個CFA的課程都比較了解 大概知道去走什麼方向 所以我也是整個Level教,不是教一部分 所以我對整個Syllabus 我都比較熟 大概知道CFA是想你懂什麼 考你什麼的 好 今天有三個部分 我負責第2個部分 我會講一下考試本身 還有會做一個DEMO Lecture 然後我會跟著同事會講一下 我們的課程如何幫助大家去預備考試 OK 講一下Level 3的考試 就是5月和8月 今年也挺奇怪 我想大家也知道 因為疫情的緣故 有些考試是今年已經延遲了 所以它本來是今年5月 我也不確定 5月也沒有 所以我也不確定 但這個本來就是個Schedule 就是5月和8月 大家當然 5月考試太問了 不可能 我想大家也是 最快預備8月考試 這樣 如果你是順利 如果你是今年8月順利 考到Level 3的話 那就會盡得到 如果你肥的話 那就會明年2月再考Level 3 所以就都希望 今年PASS 如果不是等到明年2月再考最快 最快 那 那 現在有些新的Policy 是2021年開始的 就在這裡 現在每個Level 最多考六次而已 那 那很老實說 如果你順利一句 如果六次考試的PASS 就算了 不要太辛苦自己了 大家都明白 就是 有時候 因為Level 3 很講臨場的表現 那如果大家去到 就是考了兩次 都 即兩三次都考不PASS 的話 就都 就可能都要想一下 再考不下去 那 但六次 什麼時候考 就沒所謂的 他就沒所謂的 所以 所以 也都不需要 擔心 幾年之內 要PASS 也沒有的 但是 就 最多考一個Level 6次而已 OK 那 就 我想說 那個考試 Level 3的考試 和Level 2 是相差很遠 其實都相差很遠很遠 那 首先 就 也有ethics 就10-15% 那 一般來說 就在下週 或者Session 2考的 那就用Multipal Choice 那 會有ecoin 那就 就有一個 topic 是說ecoin 那 但是 Level 3的ecoin 也都可以老實說 很多是Level 1和Level 2 見過的 就不是什麼新東西來的 很多是把Level 1和Level 2的東西 重新包了一次再說而已 所以說很多新東西 又不是 OK 那 不如我看看這裡 我想說這裡 那 Level 3的主角 就是Portfolio Management 那 我想解釋一下 整個CFA的課程結構 那 其實 Level 1和Level 2 它就是 主角 或者主題 就是Valuation 那 所以Level 1和Level 2 我經常都說 就是一個Analyst 的Train 一個分析的Train 那 如何Value with Securities 那些Security 可以是股票 可以是債券 可以是房地產 可以是健身工具 那 但Level 3 其實就是一個 基金經理的Train 它就從各方面 看一個基金經理到底 應該要懂些什麼的 所以 基金經理 就不是 起碼在Level 3的角度來講 就不是怎麼選股票 選股票 就是選股票 其實是那些Endless做的東西來的 它是怎麼把那些的投資 無論是債券也好 股票也好 去它的Portfolio出來 那這正正就是Level 3的主題 那 In fact Level 3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 Portfolio management 就是Try to achieve some目的 是Achieve some目的 那 Achieve some目的裡面 就有些工具 那工具就是你的股票 債券 建設工具 Alternative Refreshment 那 所以呢 所以 所以看這裏 就是沒錯 就是Level 3型 都是講Equity 講Fixed Income 講Duratives 但是對Level 3來說 這只是工具 那是Try to達到某個目標的 那就是Investment Objectives 好 我繼續講下去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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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3的主角呢 就是Portfolio management 那 做Portfolio management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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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Pirate Wealth 那就是個人投資者 那 那 所以呢 那CFA裡面 就想到你是個Wealth manager 那你是金經理 那 你有兩種類態 那 那 有兩種Client 一種就是Pirate Wealth 就是個人投資者 那當然 那CFA世界裡面 呢 基本上都是假設他一個High Net Worth的 的人 那 實說 因為呢 如果你要像個三婆 如果沒有錢的話 根本就不需要说alternate investment 大家知道alternate investment入场费很贵的 也不用说fixed income 香港fixed income入场费也很贵 所以要针对一些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 或者是一个institution,就是基于投资者 先讲power wealth individual 就是一些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 有几样东西呢 当我们去帮他投资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 第一个就叫behavior finance behavior finance就是投资心理学的 简单来说 今天你和客人去了解他的风险的取向 由于他有bias 他说的东西和他做的东西是两回事 就是难听的东西 他说的时候天下无敌 但实际上运作是很多时候做不到的 就是说他说自己就会有很多risks 但实际的操作里面呢,其实他就不太risks 他很非常risks averse的 那或者他很多的投资金 一些由于他给一些bias 令到他过去很多投资都失败的 那这里讲到就是你要投资,你要understand这些的东西 第二就是capital market expectation 和economics 那你帮人投资的话呢,你对市场也是有些期望的 那期望要和经济挂勾的 就是简单来说,如果你未来看经济好的话呢 那通常你会多持有些股票 你看经济淡的话呢,你要多持有些债券 那当然呢,这个期望和经济挂勾的 那当然呢,这个期望和经济挂勾的 就是说,你会多持有些股票,买多少债券 买多少房地产,这样的资产配置 那所以在level 3的世界呢,我们不是说买什么股票 是说如何可以做资产配置的 就是买多少percentage的股票,买多少percentage的债券 这个才是我们的focus 那就在这个,那在sefaili level 3呢 其中很大的主题呢,就是风险管理 讲了很多很多次的 因为如果你的portfolio够大的话呢 那你都希望呢,就是那个volatility 和risk是会受到控制的 那所以in fact,在那个level 3里面 讲duritative 时候呢,它focus是 on the risk management 那个部分 ok 那接着呢,就是讲 execution of portfolio decision and trading 那都很简单啦,就是因为呢 你到头来,譬如假设 你的association里面,是60%是acquity 那如果客人又同意了的话呢,那下一步呢 就要去execute这个portfolio了 就是我们去执行这个portfolio 那执行的方法可以透过买,直接买股票啦 或者买基金啦,买etm 那你知道我们都很多种方法去execute这个部分的 那债券就一样的,你直接买债券,可以买债券基金 也都可以 那但是当然,每一个投资工具呢 也都有一定的费用的,你要考虑 那所以这个就是portfolio trading 那部分你要考虑的东西 那接着最后啦,那去到你一年之后 as a wealth manager,你要交功课给客人看的 就是那一年的return,那一年的risk 那你之前的target,那边invest objectives的距离 是不是近了呢,还是越来越远呢 那这个就是portfolio evaluation 我们要做的事情啦,ok 那其中level 3的特色呢,就是所谓的 我们叫做essay questions 那现在安排这样的,过去level 3安排这样的 那些assay actions就是seession 1的,或者是first session 那当然啦,以前的考试里面呢,我就叫AM sessions 所以我经常做完,有一个教书 我经常说AM sessions,PM sessions 那现在当然啦,理论上这下就考完 两个session都可以,所以应该正确叫做seession 1 还是seession 2 那些assay questions 就坐在first session里面 那assay questions的特色就是给你一个背景 那instead of要你答2,好像level 1和2 答MC呢,他们写东西的,他们写东西 那他就,譬如他在sample,那为什么 这个投资者,他的风险取向是高呢 为什么可以有很多risk呢,那你解释 那当然啦,我用个字assay就不是太对的 那其实写short sentence就够了 那在level 3的世界里面,他要constructive response 那下,或者是second session,就像level 2了 那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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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所以一般我的学生,second session 都没有问题的,都很好的 因為這跟Level 2的訓練是一樣的 但第一項是比較難一點 因為很多問題 他不是MC的話就變成Open Ender 你不知道 如果你一分四討論錯了題目 他想你問A,你答了B 就算你答對了 第一你拿不到分 第二浪費你時間 因為記住 如果MC題的話 我經常講 三個答案裡面 其中一個一定是答案 但如果是SA question 如果你想錯方向 而你花了時間去答 就算是對 但答不到題目覆的話 你也拿不到分 OK 這個是最近的passing rate 都是四十幾% 其實跌得很厲害 甚至去到中間有考試 一年到30% 所以你40%左右 其實都很困難 因為我老實說 你考得Level 3 就過了Level 1和Level 2 我現在這樣說 Level 2是最困難的考試 即是In terms of material wise Level 3是考試困難 但Material就沒有Level 2那麼困難 所以你去到Level 3 其實就有少少 可以這樣說 很多時候考了少少 沒有人 因為其實 換句話來講 你整天去到Level 3 就把那些差學生 或者那些不在乎 學生 篩走了 所以大家都認真 考Level 3 沒有人認真的 我認真的 但如果我認了40% 是很困難的 讀了半年 你再考慮到 是挺沒有人的 簡單來說 是挺沒有人的 好 你講到有幾件事 是Level 3的 Key Challenges 第一件事 就是Perful Management 是Unfamiliar Territory 這個我是很同意的 我是很同意 什麼意思呢 正如說一句 我都是香港生活 香港工作 香港到現在 都是很著重 股票的一個世界 就是經常都有所謂 拿號碼 拿號碼 但是真的 投資的裡面 我們在Level 3裡面 是講過 Profit Management 是講過 買多少的股票 買多少的債券 其實號碼 不是太重要的 到頭來 是那個Exit Class 是重要的 但是很多人都不明白 這件事的 香港 很多人到最後 還是拿號碼 但好像現在香港股票跌 譬如做這麼差 現在可以有22000 基本上你拿什麼號碼 都沒有用 試跌的時候 反正試升的時候 你也不需要拿號碼 因為試升 什麼號碼都會升 第二件事 先講過了 Session 1 你要寫東西 很多同學 是沒有這個訓練 寫東西的 變成第一 第一 你寫題目錯了 就算你寫題目錯了 就算你寫題目錯了 很多時候 你都答非所問 答非所問 也都沒有分 第三點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Time Management 因為 Level 3考試裡面 它不是普通 就是不同 Level 1 Level MC 是分半個題 Level 3 MC 是三個題 所以你有個節奏 但是CFA 就是早上的 Session 1 有些是三分鐘 有些是五分鐘 有些是六分鐘 有些是九分鐘 有些是五分鐘 就是它是跳來跳去的 又是一個 大家知道 寫東西的東西 你可以花很多時間 當你的方向錯了 你寫三個小時 你終於分成不了 因為你寫不到 它要那個波出來 但問題就是說 你花很多時間 你一個錯的答案 變成後面的題目 對的話 即即使你懂得答案 都還不能回答 所以Time Management 在Level 3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寫東西 大家知道 有時候 就想 變成你可以寫三月 三月子 都遲不達現 都得不到你的項目 好 所以我們 當然 我們的課程裡面 Education 主要是教你的材料 但是我們會有 Revision 和SA Workshops 比較著重 如何去操作題目 如何能夠 訓練你 去回答一些 SA Question 這就是我們第二部分 即是我們課程裡面 第二部分 Revision 和SA Workshops 去著重的情況 好 這裡我想 我跳了去 我跳了去 就自己看 我就想去做一個Demo Lecture Demo Lecture OK Demo Lecture 就是我們課程的頭半 即是我們所謂頭十八堂 會Cover的地方 我們就是Vision Education Vision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就是 Not More Exam 我選擇的項目 就叫做 Ferfile Management for Issued Investors 這個項目 其實放在我現在考試的後面 差不多是最後幾個星期就講 我講過 你 As a Wealth Manager 你的客人有兩大類 一類就叫做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 就是個人投資者 可能是一些 High Net Worth 或者是Ultra High Net Worth 另一類就是機構投資者 我們以下就講你是機構投資者 在Level 3裡面 有四個大型的 Category 第一就是Pension Plan 第二就是Foundation slash Endowment 第三就是保險 包括了Life 和Not Life 第四隻銀行 這四個技術中 你可以分成兩大類 Pension 和Life Insurance 或者Bank 我們叫做ALM 就是Asset Lability Management 因為很清楚 這些institution 都有Lability 那你as a game team 你只會拆掉Lability 你只會拆掉投資 就是Try to achieve a good return 好 我們跳到這裏說 先講Pension Pension這部分 有些東西跟Level 2 overlap 所以你們有些concept 大家已經很熟悉 了 Pension 這部分 Pension在Level 2教大家 分成兩大類 Defined Contribution 和Defined Benefit Defined Contribution 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MPF MPF就是Defined Contribution 你的僱主 為了滿足法律要求 就會每一個月 供款到指定的MPF account裡面 這個就是責任 其實這個就是責任 那你as a 僱員 你就會投資一筆錢 那這個account是under你的名字 under你的名字 那僱主的責任呢 就是供款的 那做底投資好不好呢 不關他事的 那所以說呢 employee呢 就bares investment risk 那但Level 3的主角呢 就和Level 2一樣 就是Defined Benefit Defined Benefit呢 就是記得Level 2講的 那當你簽約那薩拿呢 那公司就會答應呢 Based on你的年資 Based on你的年薪呢 就會你退休之後呢 就讓你過世的 那這對公司來說呢 是個liability來的 是個liability 那公司就會 雖然這個liability 可能是去到將來才會realize 那但是公司呢 現在就要投資到 pension plan裡面呢 去invest出去 去meat這個liability 那imagine你就是 pension plan的兼經理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主角 Defined Benefit 那所以呢 到退休之後呢 你就會去 你就會 Based on某些formula 某些formula 就會去拿一個benefit payment 拿到你死為止的 那風險就是說呢 當然有credit risk的 如果公司倒閉的話呢 你可能損失了你的pension 你都未必拿回錢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你早走 即所謂的被人 either determined了 或者你 就是你被人炒了 或者你辭職 那這些呢 有機會呢 你拿不足你的pension 你拿不足 因為他很多時候 他都鼓勵你做 就是做賭場的 如果中間你早走的話 他未必必須付 full benefit 好 那 那 那在level 2 大家看到這個詞 那就叫 就把asset 減個lability 那在level 2裡面呢 這個呢 叫做fundered status fundered status level 2 希望大家少了 那在level 3裡面呢 這個就叫做surface 那是一樣東西來的 那就是a-l 那所以你的工作呢 就是grow這個surface surface surface要大越好 因為你想asset 要大個lability 那你把lability拆開的話呢 又可以將它分成兩部分 就所謂active life 和retired life的 那active life呢 就是那些在籍人士 那在籍人士的話呢 那他現在是不需要 有利益的 那還有呢 那他呢 就是年紀下 又年輕一些的 那 那由於他現在年輕一些 那變成了投資的年限呢 就長一些 那也都沒有需要拿錢出來 所以它是no liquid needs 那所以呢 他們這部分的 這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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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者的liabilities呢 你可以invest 可以invest 可以invest more aggressive 可以多些risks 可以多些risks 那倒過來 那倒過來 retired life 是已經退休的 那他裝了錢出來 那還有難聽一句呢 年紀較大一點 那頭近一點 那所以那個time lesson 短一點 那既然time lesson 短一點 那既然time lesson 短一點 那你的asset呢 你就不會投資得得得得得 要保守一點的 要投資保守一點 那都講過了 那你的asset game經理 你的投資目標呢 就是generate sufficient return 去撕個liabilities sufficient return 那於是問題 那我怎麼quantify sufficient return 我怎麼quantify a return 答案呢 就是很簡單而已 其實很簡單 那就是level 2裡面 說過discount rate的 那你記得一下 從level 2 那當你計算到nlability的時候 計算到present value的時候 我會將jurnal的benefit discount今天 那反過來講 那你的nlability 就會grow 一個growth rate 那個growth rate 就是discount rate 就是除了時間過去呢 你的nlability 就會越來越大 那增長速度就是growth rate 所以你的asset 一定要投資 那個return 要大個growth rate 大大個discount rate 那就otherwise的話呢 如果你的return on asset 就是discount rate的話呢 那就算你asset 多少 那將來一天呢 你的nlability 一定要catch up with 你的asset 令到你underfunded的 那這個就不理想 那所以minimum required return 其實就是discount rate 那下一個問題就問 那你可以take多少risks 得多少risks 那答案就視乎 有以下這些因素 有five key factors 那第一個surplus 那跟個人投資者一樣呢 如果你的network越大 那你可以take的risks越多 那對pension plan來說 match的network 就是funded status 所以或者叫做surplus 所以funds surplus越大呢 你可以take的risks越多 反過來 surplus是負數 或者叫做underfunded underfunded的話呢 那你就不可以take那麼多risks的了 那大家知道個人投資者 你的income越高 你的財富越高 你的take的risks越多 那pension plan也是一樣的 那如果sponsor 即是沒有公司 是final status 越strong 越profitable的話呢 那pension plan 也會take多點risks的 同一個一樣的 第四點 第五點先 第四點就是plan features 那有些plan呢 是容許一些early time 就是容許那些 個員做些退休的 譬如fisabo 那法定的退休 就是退休可能是65歲 但是很多公司 其實60歲被人退休的了 那甚至有些lumsum benefit 即是說你拿一個annuity 即是說你退休之後 每個月拿些錢 那你可以拿個肥雞餐 俗語裡面 就是一塊錢拿走 那這個呢 這兩樣東西呢 就會increase increase the liquidity needs increase the liquidity needs 和shorten the time horizon 那這個都對asset的 風險接受程度不利 令到ability risk 是小了的 那先講過了 那另一個呢 就是workforce characteristics 那就是說到底workforce有多... 就是如果overlaw的那些 那些的員工越年輕 那越年輕的話 離開退休的時間越長 那還有你有一段時間 都不需要拿錢的話 拿錢出來的話 那這個也是一個pension plan 是可以取得多點risks的 那最後一點呢 就是collation collation是什麼呢 那就是沒有公司的業績 以及performance of pension pension asset 就是collation of pension asset 以及公司的performance 那我用個例子 你就講明了 Imagine兩個公司 一間叫cocola 那cocola大家知道 是一個defensive company 那他的業績跟經濟沒有大關係 就是經濟好又是賣可樂 經濟不好都賣可樂 你不會喝 因為經濟好會喝多一點 經濟會喝少一點的 那增加於golden sacks呢 他的revenue和經濟都很掛勾的 因為經濟活動 經濟好說他會多一點的投資活動 他會多一點的revenue 那turns out 可樂呢 那pension plan呢 是可以多一點risks的 那反過來 那公司的sacks 是不可以多一點risks的 那原因就很簡單的 這個logic就是說 因為cocola 他的業績和pension plan 是沒有很大的correlation 那所以就算他的投資 譬如是失敗 即是他投資比較激烈一些 cocola就是激烈一些 令到呢 那個votility大了 那記住 在level cfa的世界裡面 什麼risks呢 就是votility 那就是說呢 你的votility大 那現在的sacks呢 裡面呢 那個asset是小於votility 但是不要緊 因為呢 因爲呢 因爲呢 因為cocola 那個cash是很固定的 他就把錢放在計劃裡面 他就把錢放在計劃裡面 把gap填回去 那反過來 那反過來 如果google sacks 如果又是有很多risks 那這些sacks的經濟不好 股票跌 那但問題 同一時間裡面呢 由於google sacks的經濟不好 那個cash的爭業不好 cash幅小了 他填那個gap 就是他fuel的gap的能力 就相對比較低 就相對比較低 那於是 那於是 recommend co-cola 呢 就多些risks 那google sacks 就少一些risks 那這個就是個 co-relation的概念 那那最後 講完這裏就完 了 那我們講一講 一個constraint的東西 那這個definite benefit 基本上是一個infinite horizon 那裏叫perpetuity 如果supporting公司 lasts forever 的話呢 那裏的pension plan 都會last forever 的 那裏裏的needs 就是講 需不需要插錢出來的 那我講過了 越多退休的員工 那些員工的年紀越大 就算未退休 都接就退休了 那雇主供款比較少一些 那有lum sum payment 這些都令到definite 大了的 那這個recommend constraints 那就是說 那很多國家 那些pension plan 都或少政府的監管 那其中一件事呢 就是所謂的 在美國叫ERISA ERISA 就是監管pension plan的一個法例 那最主要就是說呢 公司的pension plan呢 是為了員工福利 所以呢 投資的目標呢 是為了員工的好處 就不為了公司的好處 因為他很怕 就是有些公司 為了當經濟 裝個生意麻煩地的時候呢 就拿pension plan的錢呢 去買公司股票 那樣 那個股價升 那他就不想這樣做 就是pension plan的投資 那個目標呢 應該是給了員工的 那pension plan呢 一般來說 就是non-taxable的 因為呢 是一些退休金 那所以pension plan的 本來是non-taxable 那unit needs呢 就是一些特殊的取向 就是公司特別的要求 那其實很多時候呢 就是ESG的issue 就是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那個governance issue 那據例子呢 現在譬如 俄羅斯打威蘭這樣 那很多pension plan都說呢 我要將一些asset 全部撤離 俄羅斯的 那沒事的時候呢 就可能pension plan 裡面的一些 俄羅斯的股票 俄羅斯的债券 那由於呢 打仗 就會抵制俄羅斯 那這些asset 全部都沽了 那我就停在這裡 那就看大家沒有問題的 如果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我就將時間交給我同事 那所以看抵制俄羅斯 有沒有些問題的 如果有問題 請大家鼓勵大家問一下 要考試關於工材那些 這些的材料 看有沒有大家問題